HELLO 大家早安晚安 我是肯倫 歡迎大家收看瘋谷小教室第三集 今天我們會花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帶大家認識奧術之河的第二站 瘋谷阿爾蘭的主線巨星 以及獲取他的密法符文 讓我們事不宜吃 出發吧 主角呢從瀑布掉下來被一隻飛魚救了 結果撞到一個全身是岩石組成的巨大生物 而飛魚呢在此時氣他而去轉身 看見那位名叫烏騰的巨大生物 簡單自我介紹的時候想要進海通過 但是他因為肚子餓呢 所以拒絕讓步 主角只有為了通過把生物三明治給他吃 烏騰吃完這種津津流味 還想跟主角拿一心來吃 主角不肯 烏騰之後一哭惡鬧三嗓掉 就在主角想要用無力通過的時候 從而不掉出了一隻四肢腸 以及後腦收縱擊 主角當場倒地不清 兩個妻特生物在對話之後才知道前後果 武藩金顧某夾姦米送 所以輸是獅子 換到主角是村子需要人物 所以把他帶走 當主角醒來之後才知道附近有一個揪揪村 而這隻獅子呢叫做李翁是村長 但是威娜認識他喵喵的笑 讓我們分不清楚他到底是獅子還是貓咪 總之隨便啦 先跟他走再說吧 Let's Go 主角到村莊之後開始對理由發出問題 理由一律回答不清楚 村莊開始說起武藩的事情 除了武藩之外 還有一隻住在水底的古拉 每次天會到陸地把會動的東西都吃掉 而武藩會把古拉擊退 作為代價 那村長會提供美味的食物 但是武藩開始挑食了 希望主角能做出武藩喜歡吃的食物 武藩如果不吃食物的話 也不會讓路只好幫這個忙了 理由提醒主角可以去找村莊大廚哈達斯 千天一萬主婦不能提到他的舌頭會出事 哈達斯廢話很多所也不提 但是他要主角去收集他的材料 主角開始踏上收集材料之類 收集完材料之後 哈達斯散受廚藝要主角吃吃看 吃下去之後靈魂都廢了 這什麼鬼難怪武藩不吃 哈達斯不堪受辱把食物給了李歐試吃 結果李歐說這是最棒的食物 原來村里的人跟武藩的味覺不同 哈達斯說三天之後古拉會來襲 要主角那天帶食物來 一覺多想看武藩會吃誰的 開始苦惱該怎麼辦的時候 突然聞到右上方有好香的味道 決定一探究竟 到了之後發現有四個人在那邊 原來這裡的人都是味覺異常的人 所以被排擠到村子的最角落 但是他們的食物真的好香 主角吃了之後好吃到飛天啊 於是請求掉領的西米亞協助三天之後的六領對決 西米亞同意之後 請主角把武藤喜歡的三米子給他 吃吃完之後 請主角協助他們收集材料 一起完成超巨型三明治 GOGO 兩千二、兩千七、一電修 popul大且雅前都 attacked 一剛才閃的衣 trouver 感覺就是三晃、月小季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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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武藤那邊之後 主角開始跟大家介紹他的三明治還有他的小幫手西米亞 原來西米亞是哈達斯廚房打閘的 哈達斯開始瞧不起西米亞 尊長跟武藤說這次準備了兩個料理要給他吃 因為哈達斯罵武藤而跟西米亞有了爭執 而西米亞以後都不能進廚房 支持武藤選擇三明治嫌棄哈達斯的食物 哈達斯居然要強迫武藤吃尊長再出 使出後腦梓中期讓哈達斯先冷靜 在西米亞的安撫之下 武藤連同哈達斯的食物都吃光 並且跟古拉打成三百回合的雞腿古拉 事件結束之後 哈達斯醒來知道的結果開始痛苦 覺得自己用心的料理不被重視而難過 並且要將大廚給西米亞 因為村裡的人都還是喜歡哈達斯的食物 決定讓西米亞去負責有特殊味覺的村民 包括武藤 哈達斯開始為自己之前的行為道歉 雖然很高興這件事情落幕 也請武藤讓出位置要讓主角繼續前行 這時小石突然拿出了啾啾艾爾蘭的密法符文 覺得這個東西一定能夠幫助到主角 就這樣主角拿到了第二顆密法符文 繼續前進 GOGO 好囉 以上就是啾啾艾爾蘭的劇情 以及密法符文的獲取方式囉 如果大家喜歡可能的影片 記得不要吝噬按下你的追隨 如果覺得喜歡的話 也不要忘記打開你的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可能的風谷小教師系列的影片啦 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See you see you 拜拜